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離開咸館招市之後 我們去到附近的JR站 坐車去大沼公園 在買票的時候 我老婆被這個價目標搞到有點困擾 基於主婦的本能 我老婆選了一個便宜的價錢 那又搞錯了 其實由咸館站到大沼公園的票價 是有兩種價錢的 正價是530日圓 但如果你要懶豪華坐特快的北斗星號 票價就要1130日圓 當我老婆拿著一張便宜的票 想著可以駁到大霧的時候 早已埋伏的站長 突然之間採取行動 果斷而迅速地把我老婆制服 到達了大沼公園站 下車之後 我老婆去到遊客中心裡找廁所 做好遊覽之前的準備 去完廁所 還順便拿多個公園地圖 搞了這麼久 終於都可以繼續前進 走到公園入口的時候 我老婆被這件事吸引著 看你好像民主女神似的 味道 這是柳文的 蝦蜜瓜 和蜿蜜蜜 好吃 越攪越騎乎 我們拿著雪糕 一步一步走向大沼公園 這裏就是大沼公園 我和我老婆打算今天在這裏 進行一項挑戰自我的極限運動 即是新世代的父母最喜歡的運動 行山 對於平時運動都不做多一下的我們來說 行山絕對已經是很極端的運動 和拿著BMX在沖原來沒有特別的分別 又看看今天的行山路線 我們會沿著海灣走到這個紅點 欣賞傳聞中的背景 接著我們會在散步路徑的另一邊接返 走回去出口 不說太多了 正式出發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位置 我們從散步路徑的入口 慢慢深入大沼公園 根據遊客中心的資料 大沼公園是新日本三景之一 就憑這個堂 我們今天的行山活動 馬上豪華了 看回我們的行程 我和老婆由出發點走了大約30分鐘 到達一個可以讓我們短暫休息的位置 充夠電 又再上路 再走前多一段小路 我們已經感覺到自己 越來越接近欣賞避景的位置 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這個就是傳聞中的秘境 果然名不虛傳 看一看風景 我發覺今次到我要找廁所 我跟住公園的地圖 來到步行徑範圍裡唯一一個洗手間 子彈在這裡 和很多日本的商品一樣 都是季節限定 我很相信園芳的這個安排 已經超越了國際人道標準可以接受的底線 沒有辦法 唯有忍住先 繼續上路 我們穿過一個積滿雪的平原 來到一個分叉口 其實兩條路都是一樣 而我老婆就憑著她敏銳的第六感 選了一條 黑路 就是因為這個決定 我們走遠了很多路 我們還來到一個沼澤 這裡的路比較崎嶇 如果用我老婆的標準來介定 最後經過一輪翻山泄水之後 我們終於會合回大路 這個時候我們見到一些小動物 好像要出來寬送我們一樣 來到山步路徑的出口 到了這裡 我宣布今次行山活動 正式結束 有什麼感想 我老婆說話 什麼時候都是充滿著智慧的 離開了大小公園之後 我們坐火車 去到五陵閣火車站 不過這裡並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地 下車之後 我們由五陵閣站 再坐的士 去到五陵閣公園展望塔 到了 這裡就是五陵閣公園展望塔 我們特意來到這裡 是為了看一個叫做五陵閣之夢的燈飾展示 不過在我們未展開任何活動之前 更加重要的是 找個地方吃下午茶 這間日本的漢堡包連鎖店 在市面上買到的旅遊書都會提及一下它 可以說是鹹館B級美食的一個重要代表 由於餐廳太大了 我在這裡都不再多介紹了 吃完下午茶 可以正式出發去五陵閣公園展望塔 我們去到展望塔的售票柱 買票 準備上去展望塔的塔頂 這裡就是五陵閣公園展望塔的塔頂 遊客在這裡可以360度地看到鹹館市的夜景 不過看夜景並不是我們來這裡的目的 就正如我剛才提過 我們來這裡是為了要看五陵閣之夢 先霸佔一個漂亮位 我們現在在五陵閣公園的正常空 所謂五陵閣之夢 其實是指每年冬天 圍著五陵閣公園佈置的燈飾 就好像大家眼前看到的照片一樣 很榮幸 我今天可以在這裡和大家一起見證這個亮燈的儀式 嘩 嘩 好像跟照片相差很遠 如果大家都有同樣的想法 不要緊 我們再看一次 這次用特技加強了的效果 我相信會震撼很多 看完五陵閣之夢之後 我們坐升降機去地面 離開五陵閣展望塔 去到大馬路的時候 我老婆又拿回她的電子羅庚出來 她啟動了她的人肉GPS 找路離開這裡 我們跟著地圖的指示 去到五陵閣公園電車站 然後我們坐電車 回到湯之村溫泉區 回到酒店 回到自己房間 我第一時間做的 是看電視 今天是一連一度的日本歌謠祭 不過很令人費解的是 這個職場歌唱節目 竟然邀請了 不懂唱歌 甚至不懂說話的藝人來做表演 我老婆對看電視沒什麼興趣 她選擇了做一些更加激的東西 就是Cosplay 我現在去哪處? 我們現在去吃飯了 很累 很累 出發嗎? 嗯 逛了一輪之後 我們出發去這間酒店的餐廳 吃晚飯 今晚我們吃的是日式的溫泉料理 我們在餐廳裡 點了清酒 還有一些餐前酒 至於菜單方面 打頭鎮的 是用魚子做有日式風味的碟 還有幾道不同的前菜 接著是刺身 還要玩了噴煙 好像有點過貨 來到鹹本 當然不會少得整隻活油魚刺身 然後還有煮魚 吃了很多餐的北海道薯仔 和牛 還有醋漬的魚 接著吃白飯 配自家製的植物 麵豉湯 甜品有三度 包括慕士 薯仔 和鎖啤 吃完晚飯 以油味盡 再去樓下的酒吧喝東西 這間酒吧的設計都算挺特別 我老婆在這裡點了甜的土酒 而我就點了比較傳統的曼哈頓 在哪裡 在喝東西 不過我老婆的狀態非常之差 處於臨碎的邊緣 沒辦法 唯有結帳 早點回房 回到房後 我們立即睡覺 為明天回程去窄房 做好準備